作词 作曲 李宗盛 风云起初 苍皇殿荒 剑在仙上 不得不放 云为玉武三方 天下 丁止庆祝 可以万万 可以万万 探监作歌 屁卦伤盟 大王大爷不是功获 然而碰撞一段 花花 百年人生 算监光混 瞬间黄混 瞬间黄混 千古江山如石如画 还我一个太平天乡 岁北秋风烈马 江南春雨心花 千古江山如石如画 还我一个太平天乡 千古江山如石如画 还我一个太平天乡 优优独播剧场 站住 丞相病了 是啊 丞相得知张八将军伤重而亡 悲痛欲绝 昨天去陈仓的路上又淋了雨 回来就病倒了 诺 这可如何是好 曹尊上任之后 攻势日盛 三军都等着 丞相调兵前将的 丞相醒了 请列位觐见 丞相关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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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病重得很,头痛欲练。从今天起,算君就由你和王萍来执掌。 遵命。 还有,让各部回营收拾形状,做好归尸的准备。三日之后,黎明启程,陆续撤回汉州。 敢问丞相,这次撤兵是诱敌,还是真撤? 当然是真撤了。一者,我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二者,雨季将至。那时道路泥泞,粮草难以转运。 与其撑到那时,无功而返。不如现在就撤。 那,公县的城市如何处置? 不需要了,都放弃吧。 陈仓也要放弃吗? 大军撤后,无需量导。 可是丞相,陈仓丞下我军阵亡了上万的将士啊。 我知道陈仓来之不易,可是大军都撤了。 陈仓一座古城如何守得住啊。 王平啊。 末将在。 大军撤后,你帅两万人马在陈仓道口设斧。 三日之后再撤,警方曹真来袭。 遵命。 长江。 退了吧。 副帅,昨天半夜起,南边各城已纷纷腾起烈焰。 天亮后,儿亲自领军前去打探,发现蜀军正仓皇而退, 沿齐山大道返回汉中。 诸葛亮为何退军? 孩儿出事也不解。 因此,我率轻济追杀十余里,拿下了几个落单的蜀兵。 考问后得知,原来诸葛亮病危了。 病危了? 嗯。 病危了。 病危了。 中达,你说诸葛亮是真病还是假病啊? 这个蜀军他是真退呢? 还是假退呢? 这个嘛。 副帅。 儿认为诸葛亮真病假病并标记。 关键在于蜀军是真退兵还是诱敌之极。 少将军以为诸葛亮是真退军还是诱敌呢? 诸葛亮用兵谨慎,他若真退,必然会在陈仓盗口收下伏兵。 等大军回到蜀境,伏兵才会撤去。 我军不许追杀,只需前往陈仓盗口,点焰一下蜀军留下的火灶,便知其香。 如何知其香? 军中造犯,常是十人一造。 如果蜀军留下的火灶过千,则证明有万军在此埋伏。 如果没有火灶,或是火灶不多,则证明蜀军没有设下埋伏。 我军则可放心地收复陈仓了。 邵将军深同兵略,所说极确极明,老夫敬佩不已。 各位将军,本都上任时曾夸下海口,说半月之内必能退敌。 本都失言了,本都失言了,本都上任已经十八日了,晚了整整三日,整整三日。 大都督兵为所致,诸葛亮落荒而逃。 大都督用非仁臣。 停令。 曹爽率前军,郭怀战后,本都自提中军。 依次进兵,收复陋西各成议。 准备。 准备。 副剑,这是靖书托玉娘官带来的。 他少话说秋雨将至,庸凉苦寒。 让田建棉衣,千万别染上风湿了。 你看。 这丫头是个贴心人哪。 好生温暖。 好生温暖。 曹爽归赢了吗? 还没有。 你要记住。 曹爽之才远在其父之上。 日后,你要好生在义。 捷报,捷报。 邵将军回营了。 父亲。 曹爽斩获不邪话。 他们的马腹下面,全挂着水冰头。 。 如此看来, 诸葛亮真的退军了? 李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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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 吃亏了吧 别提了 我在陈仓道 埋伏了足足有五天 可是一个卫兵都没有来 直到我准备撤退的时候 卫军从东边冲杀而至 我就赶紧挥石迎战 可没想到 从西边又杀出几万卫军 这一下子 我被两面夹击 腹背受敌 这卫军 卫军领军的将领是过怀吗 不是 是曹真的儿子 曹爽 曹爽 他不是个纹固子弟吗 也能领兵打仗 这曹爽可叼着呢 要不是我的功奴手 拼命放剑 恐怕 他就断了我的退路了 曹爽还真够精明的 居然能绕过丞相的 伏冰在灰头上来 是啊 怎么 丞相病好了 不是丞相的病好了 我早就看出来了 丞相根本就没病 拜见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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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说话吧 过来说话吧 启禀丞相 末将 折损了五千军士 魏军到何处了 他们的前军 已经进入陈仓城 武都 殷平 和下官等城 也都相继 落入他们之手 丞相 其他城池 并不可惜 唯独陈仓是不得 他扼住了 我军的梁道 再说 丞相也并非是 真的想退兵 如果连陈仓 这种地方 都拿来诱敌深入的话 那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魏军 你不就是舍不得陈仓吗 也罢 就算我向你借的 过不了多久 本相还给你便是了 末将于是 望丞相恕罪 坐吧 我之所以下令 将所有粮草 改屯于祁山大营 就是因为那里地势高 但我没想到是 今年的雨季 比往年迟了七八日 现在看来 雨来得晚 必来得大 陈仓地势低洼 大雨之后 避回积水树齿 魏军粮草 滋重陷入水中 他们战斗力最强的 稀粮消极 更会大打折扣 魏言啊 战机要看天意 天意所致 你想不胜都难 明大都督 要塞陈仓 重回到我军手中 好 国怀 国怀 在 你即刻替本都督 写一道奏表 上奏朝廷 我军奋勇杀敌 日行百里 一举摧毁诸葛亮 三十万大军 胜利夺取了陈仓 等十多城池 咱下这就去写 别急啊 国怀 还有啊 少将军曹爽 亲率铁骑 斩杀蜀军三万有余 并率先杀入陈仓城中 请朝廷加功行赏 中达 我看这道奏章 还是由你来拟写吧 拟写更有说服力 尊大都督命 在下写就是了 那就多谢了 陈仓真是个 囤兵的好地方啊 好招在这儿 做了半年将军 把这城墙住的 比洛阳城墙还厚 他真是个 志勇双权之才啊 可惜死得太早了 父亲 你真要替曹真写表彰 向朝廷邀功请上 为何呢 我已经答应了 你知道表彰一上去 是自取其辱啊 百官必然大化 为何 父亲兵败被曹真取而代之 而曹真一上任 立刻转败为胜 这样一来 陛下会怎么想的 百官又怎么想的 他们一定会想 他们一定会想 真的 我也跟你说真的 陛下一定会这样想 特别是 等我的表彰到后 紧跟着曹真的败报就到了 陛下更会惊讶 这刚刚司马仪 还在为他邀功请上 这怎么又败了 真是赖你 胡不上枪 父亲是说曹真会兵败 而没看出曹真的办相了 父亲 还是那句老话 霍兮福所义 福兮霍所夫 父亲 你就别跟人家卖关子了 你快教我吧 不教 自个儿琢磨吧 本都人马陆续而来 兵马越来越多 陈仓成晓 恐怕驻扎不下 本都义 应将几十万人马撒开来 分到各城驻守 忠达 你看如何啊 大都督安排甚为妥当 那好 令 陈仓乃咽喉要地 本都督亲自驻守 忠达 你引义军驻守阴柄 遵命 郭华 在 你率本部驻守五都 遵命 司礼 在 你率两军驻守东边黑之城 遵命 忠达 表彰可曾写好啊 请大都督过目 忠达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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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父亲让儿打探军情 儿就打探清楚了 龙西各城 凡是被蜀军放弃的 都已经大伙分毁了 只剩下了残员断壁 大军退去 自然片瓦无存 这我早料到了 只是这诸葛亮 为什么单单 留下了陈仓这座最大的城池呢 陈仓是咽喉要道 兵犯雍良的必经之地 诸葛亮之所以留下他 是为了以后再去神仓 就这些 就这些 莫非还有别的 你再想想 还是想不起来 这么简单的事情 到今日你还看不出个玄机 真是愚服一个 无可救药 苍天呐 我司马医生曹真多疑 可我这池儿却属曹爽多疑 父亲喝杯热茶吧 不喝 父亲 其实尔早就惨头玄机了 当真 千真万确 说我听听 诸葛亮之所以留下陈仓 就是为了给曹真助军 陈仓地势地势 大雨数日以后 必会积水影尺 到那时 我军的战甲就会泡烂 粮草会伤危 资重也会损坏 等到天一放晴 蜀军再来攻势 我军必打败 而诸葛亮最有可能 弃其他各城与不顾 集中优势兵力 专攻陈仓 专心操阵 大都督 陛下又为你增加了五千弹丰露 随增良田三千亩 殿农一千户 恩宠之众 我朝自开元以来 还没有一个大臣 敢与你相比 陛下真是龙颜大悦呀 陛下这人 虽是年轻 倒也上法分明 陛下也夸了司马仪几句 哦 说他与大都督你啊 同心同德 对大都督 也是心悦臣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呀 心悦臣服不敢说啊 不过 此人近日 倒是乖巧了许多 哈哈哈哈 来人啊 大都督 把陛下恩旨抄写百份 发到各营去 让将士们都看看 荒药浩荡啊 诺 付水 你这是去哪了 一身都是水 大都督 下官告退 好生似后诈 诺 喏 海儿刚去前营巡视一番 你瞧瞧这件铠甲 铠甲怎么办 天日大雨 城里到处漫水 排不出去 营镇里也都进了水 把铠甲都欧烂了 父亲 看情形 这阴雨还会持续 再过半云 所有的铠甲都会烂成碎片 刀毛也会生锈 如果蜀军来袭 那可就危险了 依你我该怎么办啊 而以为 应该立刻放弃陈仓 率全军退回雍梁 不可 陈仓乃蜀军北范之咽喉要地 如若放弃再夺回就不易了 你马上发出朝廷 请陛下下旨 从洛阳 长安 许昌等地 转运兵器铠甲来 天一放晴 一切都好办了 大孩儿担心 等不及铠甲兵器运到 蜀军就会回十攻杀过来 还有 臀梁也开始没变了 军士们吃着发霉的饭食 越生四起 现在 我越来越怀疑 诸葛亮是故意留下陈仓 好见上天之力削弱了 然后 你要是这么说 哎呀我还真有些担心呢 不过陛下刚刚扳下恩旨 重重赏赐于我 我怎么能就放掉陈仓呢 再等几日吧 你传令下去 叫各军好生守备 城内外要寨 都要天兵住房 去吧 诺 拜见丞相 各部都准备好了吗 丙丞相 全部都准备妥当 众位将军 前番 我军与卫军在齐山相持 我算准今年秋雨会多余往年 所以称并退兵 率全军撤回了汉中 此外 还把陈仓各处的成义 包括陈仓留给了卫军 让他们在雨水中淋泡了近两个月 据报 特别是陈仓城内曹真所布 战甲凹成了碎片 粮草都已生煤 将士布满军心动腹 曹真已成为瓮中之鳖 无路可逃了 丞相 快下占领吧 兄弟们早都等不及了 卫言王平听令 山京军 雨身态太大了 马蹄都陷进泥里了 是不是等雨停了再进军 不回 必须赶到陈仓城下 等待雨停 回来下去 加快进军速度 凡有违抗争 战 诺 全速前进 回来 再回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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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帅好生安乐 我 我的爽儿回来 天气湿寒 爽儿 快来 饮杯热酒 快给我爽儿 套杯热酒 蜀军正在冒雨进兵 什么 上级谈报 承信审理处 已发现大股蜀军 多少人 源源不断 望不到尽头 从西号上看 是属上将军魏言王平 这两个人到了 足以证明诸葛亮不远了 快快退 快退 快退 快快退下 快快传领 所有将士 上升决击 诸葛亮来了 诸葛亮来了 快快退 大都都 不好啊 诸葛亮 把蜀军主力跟精锐 都调来供我了 双儿 快快派人出城 令柑友守舰 派军快来救陈仓 儿已经派人前去了 蜀军就要攻城了 放进 怎么回事 完了 副帅 这已经完全被雨水袖拾掉了 这样的剑射不死蜀军的 给你 给你 谁最好我杀了谁 大都督 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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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督 袁军来了没有 苏玛依 你剑死吧 叫你用兵自重 我要向朝廷打祸你 我要向朝廷打祸你 我要 我要 大都督 不好了 破城了 蜀军长关手杀过来了 弟弟 弟弟 快让人 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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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蜀军 快出来 蜀军已经破城 洞关西关都湿了 只有难门可出 这些服饰是我军少太佑的 父亲你赶紧换上一剑 二房地趁乱杀出城去 快 大都督 大都督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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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 千万不要回头 当心被敌军认出来 快快坐马 驾 招待 受其挑战 热 不 收集 福建 六集 福建 小占 大都督 大都督 我 不用了 你快跑 不 父亲 我们一起走 不行 我的药 药毒的吗 父亲 你快跑 我 把这 杀了我 快 父亲 你说什么 我是 大死啊 大独独 你大被撞 朝廷梦袖 祖宗梦袖 快 快 快把这杀了我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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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生再见 快把这杀了我 呀 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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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州上 快动手 你看 原兵到了 宇原 原兵到了 你 谁 司马仪 我还以为是贼兵 原来是大都督 要不 我早就赶来救驾 父亲 大都督无恙否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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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马仪 你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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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都督 赵儿 传父都督令 让将士们安心休整 告诉他们 就说我说的 诸葛亮断然不敢冒犯 把酒肉都拿出来 让将士们饱餐一顿 遵命 郭卉 末将在 我曾替你写过一道表彰 现在你也替我写一道表彰吧 请大都督示下 这道表彰应该如何写 你上奏朝廷 大都督曹真 不听司马仪劝阻 贸然犯禁 致使我军兵败 丢弃陈仓等城 大都督曹真 抛弃陛下所赐的 朝廷服事 改川蜀军 小卒战俘 弃三军而独自逃命 信得司马仪拼死相救 侥幸生还 言下三军无主 军心动乱 郭卉 在 我是否言过了 大都督所言 句句都属实情 冰大都督 这道表彰 我要请所有的将军 连鸣唱座 听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司马仪忠勇报国 公盖 公盖天地 朕应三军将士所请 加授其为 朝廷大司马 车济大将军 兼领平夕大都督 统领三军 朕并赐天子坚 锦袍玉带 以壮军 以壮军威 陈灵指谢恩 曹真 丧尸辱国 凡事罪无可赦 但念其 伤重而死 朕不再加罪 朕其子曹爽 故曹真灵鹫返回长安 归葬祖坟 钦此 众大 别来无恙啊 上好 上好 如我相助 主下能重登大都督之位吗 孔明 如本身南阳一耕夫 尚不知天术下不明大事 本该偏安一遇 宝敬安民 为何屡屡逆天行事 强行用兵 如主阿斗愚蠢 莫非如比他更愚蠢 我受先帝脱孤之咒 岂能不倾心竭力讨伐逆贼 重登 如父祖皆为汉尘 九识汉度 不思报效 反诸篡逆 必遭天前 我只想与善与辉 而等顶当灰飞烟灭 屁肤好大口气 孔明啊 听我一言 你我如今都是五十岁的人了 天命不永 余日无多 你我与其争斗至死 不如各自饮兵般事 安享天年 原来你知道非我之敌呀 既然这样 你且归降于我 我赏你一辆四轮车 你我同归成都见主上了 匹夫只会摇唇骨舌 搔手用计 舍此别无他能 匹夫听着 我卫国疆土 强于数三倍 你逆天乏味 匹夫汉树尔 永远不能成功 如此看 祖下非要一战了 无论是斗兵斗将斗阵法 我都不拒你 好 你且布阵法 在你阵法完备之前 我绝不趁许景谷 好 不 不 快 坐 快 快 快 滚 快 不错不错 此人果然神通阵法 足下认得此人 别说是我 就是我麾下一篇将也可不止 此乃浑源一气阵也 你也不阵我看 在你阵法行程前 我也绝不趁虚进攻 好 你可识得此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